5G超生机器人 中医智慧瓶 手术机器人 2021年服贸会正在进行 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健康卫生服务板块 记者注意到 专题展除了回应民生关切的防疫热点 还覆盖了科技创新 智慧医疗 传统医药等领域 5G的发展让远程医疗成为可能 专题展上 一家参展商带来了5G超生解决方案 比如说我们医生是在北京 那我们的这些患者是在西藏 那我们西藏的患者是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医师在现场 然后他直接根据我们远程在北京的医生 然后他现场的一个语音对话 告诉他怎么样去操作 他才坦在这上面就可以为他进行一个有效的 包括就是五脏六腑 血管以及各方面的超生的检查 一款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也亮相展会 该款设备由挠眼手三部分组成 通过类人的运行原理 亚毫米级精度的自动定位 实现神经外科手术的精准化 微创化 此外 通过建立5G工作站 他也能实现远程手术支持 传统我们可能要用这种开炉的这种大开口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手术 那么现在我通过一种这个精准医疗的介入 然后去实现它的微创化 然后去减少患者的这个痛苦 而且包括就是在这种疫情或者说重大灾害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智能医疗的这种手段 去建立5G工作站 然后来进行一个远程的这种手术的支持 然后让这个医疗资源也能下沉到我们真正需要 这种智能化医疗的这个地方上去 中医讲究望文问切 随着技术进步 人工智能也能为中医赋能 专辑站上 一款基于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中医智慧屏亮相 通过摄像检测 设备两分钟内就能完成中医测评 提供检测报告 它主要是通过我们高清的工业级的摄像头 来采集我们的舌头的图像 还有面色图像 这样的高清图现 然后作为我们采集的结果之后 然后跟数据库进行对比 根据数据库对比之后 它会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变成结果的模型 这样的话根据结果 我们再进行养生方案的调理 据悉 本届服务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 展览展示面积达6600平方米 限价参展单位及企业逾百家 全球500强及龙头企业占比超过30% 他们实际上都未经许的并企业 并非肯利 太多多一个 企业 并非肯利 少许的问题 那便是